28岁小伙无意间捡到一张黄片 虎寻影蝶鸡无果后 实在想看又看不了的他 竟然冒出了一个变态的想法 残忍的奸杀了村里一名68岁的老代 我怎么搞他 等我跟老二传计他不同意 不同意他都不忘了 我就是想办真事 外边的傻子 然而这个变态之所以成为一个变态 也绝非偶然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世界 故事发生在四川省八中市 恩阳区一星镇洪岭村 我三大爷今年60岁 他家邻居是一名68岁的独居老人 名叫赵老太 我三大爷经常到隔壁赵老太家串门 给他摆龙门镇节目 2019年3月20日下午 三大爷和老伴干完农货回家 路过赵老太家菜地市 眼前的一幕让三大爷当下一剑 赵老太家的菜地里 有一个两米多深的池塘 我三大爷见到赵老太一扇不准 一动不动地爬在池塘边上 整个人头泡在水里 满身是你 三大爷被如此惨状下的瞬间 年轻了50岁 哆哆嗦嗦地问旁边的老伴 110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老伴叫我三大爷把114自己查 更快 他们报了警病通知了赵老太的家人 另一边周围的热心村民 也加入了营救赵老太的行动 然而 大家伙齐心协力捞起的赵老太 早已停止呼吸死去多时 不知被那个挨牵刀地 把他后背砍得血肉模糊 惨不忍睹 警方赶到案发地 立刻封锁现场 并对围观群众进行了询问 大家伙告诉民警 赵老太被捞上来时 秋仪被拉至胸部以上 裤子被褪至膝盖一下 后背的伤口和全身的瘀青 令人不寒而栗 此外 细心的民警 还在赵老太出事的池塘边 发现了大量血迹 旁边的菜地里还发现了一把染血的锄头 这极有可能就是夺走赵老太性命的兄弟 法医检测结果显示 赵老太死于大量失血 导致昏迷 口鼻入水被腌制死 他有几个嘴 三个 三个就是鱼子 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 两个鱼子 得多少人的 得得得得 哪个儿子呢 平时他一个人的不得 咱们吹嘛 侦察员走访群众后得知 赵老太有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儿子在外打工 女儿生活着一遍 赵老太长期独自一人生活 白天就干干农活 晚上就在家里窝居 从不惹是生非 村民们对赵老太的人品都数大目隔 赵老太的老伴死得早 这那以后 赵老太欲寡欢 就没有过在找伴侣的想法 赵老太家里钱财都一分没少 很显然 凶手也并非屠材 侦察员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 终于有了眉目 有村民看到 整个村子里 尤其仅有一个陌生男子出众 此人名叫金长嫖 家住恩阳区于西城桂花村 案发当天 这次畏畏缩缩 鬼鬼祟祟的出现在赵老太家附近 侦察员经调查发现 金长嫖可不是一般人 这货曾在五年前 就因强奸抢劫罪 被判采了四年缝纫机 18年10月被放了出来 金长嫖的母亲表示 她自从劳改回家后 就整日闭关在家 大门不住二门不满 直到案发当天上午 她才消失不见 侦察员立刻开启了 捉拿此贼的行动 兵分两路 一路在金长嫖家里守住带兔 一路钻进深山之中 楼草是排查此贼的下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三天后 侦察员在一栋 阴森诡异的土坯房的床底下 揪出了奄奄一息的金长嫖 此时的金长嫖 也为三天三夜科米未尽 滴水未沾 已经饿得像一条丧家之泉 到案后的金长嫖 对杀害赵老太一事供认不费 那这货为什么要残害68岁的赵老太呢 金长嫖的回答令 所有听到她回答的人都 大吃一惊始料未及 金长嫖现年28岁 能长到28岁也确实不容易 因为她从小就差人好几等 又笨又无知 说话也不利索 别人家的小孩经常欺负她 她却没有反驳的能力 家里人想保护她就无从下手 小学还没念完 家人就将她关在家里 进行过度保护 这一关就是十几年 直到金长嫖24岁那年 她趁家人不注意 就悄悄溜了出去 刚出门就碰到一个年轻貌美的 女大学生张某 金长嫖哪里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 看得她心仰难耐 冲上去二话不说 撕烂张某的衣服 强行玷污了她 抢劫强奸让金长嫖被关了整整四年放回家里 受到过度保护的金长嫖又被母亲和两个姐姐关在家里 所以金长嫖不是关家里 就是关牢里 这样的成长环境 让这个本就没学什么知识的家伙更加无知 让这个长到28岁血气方刚的小伙更加无处发泄 2019年2月30日 金长嫖一不小心捡到一张黄碟 这可把她急坏了 因为家里没有光碟机可以播放 于是她拿着碟子找到我三大爷 我三大爷带着批判的心里看了几遍碟子 终于发现了蹊跷 于是善意的打发走了金长嫖 他就拿一码本碟子 他就喊我给他放碟子 他就叫他去拿去 他就看我 我拿他来说黄碟子的 我说我没有碟子放 然而他却并不死心 大有非看不可的架势 转过头金长嫖就找到曾大斌 要求他放出来给他干 他为了他不切的 去找他就是看碟子 他当时就弄手忙了 家里面人家就好像没给他看 接连两次金长嫖的愿望都没有得逞 这让他大为恼火 2019年3月20日下午 他遇到了独自在田津干活的68岁赵老太 于是他就直接上前向赵老太表明意图 我说我搞他 等我给老二十块钱他不同意 不同意他都忘了 我就是想把真似 我要把他杀的 面对这个28岁小畜生的无理要求 赵老太气不打一出来 从不讲粗话的赵老太 完口国粹书主 叫他立刻有多远就滚多远 金长嫖并不服软 掏出绣花针就硬钢 赵老太哪里是28岁小畜生的对手 只能一边反抗 一边大喊救命 金长嫖害怕赵老太的呼救引来路人 抡起锄头就朝着赵老太的后背挖一挖 挤锄头下去 赵老太就失去了战斗能力 只能拖着血肉模糊的身体试图爬走 刚爬到池塘边上 就一头栽进水里 金长嫖看到不再动弹的赵老太 这才回过神来 赶紧夹着尾巴逃进了大山深处 三天之后 金长嫖被逮捕归案 这货的结局 一颗花生米是躲不掉的 晚安 晚安元宝们